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走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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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舍不得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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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儿算哪儿啊 谁知道呢 走哪儿算哪儿吧 这位客官不是本地人吧 这都是你的家眷 嗯 安老子娘 死活不搬家 可不搬家怎么沉呢 这条黄河呀 说不成什么时候 就把咱们到口的庄稼都吞了 这么说 你的家年年搬 安老子娘 就年年这么闹 好 今天呢 又有了新说法 说有了这黄河大堤 今年不会过水了 也不用搬家了 那为什么还搬呢 习惯了 你老兄啊 好紧身会打算 依你看 这新修的大堤能挡住水吗 能 那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担惊受怕呢 吓怕了 习惯了 爹 咱们快走吧 走了啊 走吧 听见了 听见了 田文静在这推行新政 又做得贵草窃 怎么能不受到人家的非议呢 治理名言 王爷 时候不早了 只奔学府衙门 快走 还得抓紧时间呢 快走吧 不知道啊 田大人 您还想火上浇油吗 你说怎么办 很简单 接受他们的要求 叫他们马上复考 要求 什么要求 你知道 何必问我 你以为我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吗 答应免他们的一体当差 让他们休休闲闲吃国家吃百姓 我告诉你 也告诉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 不要做这个梦了 只要我田文静在河南一天 世神就要纳粮就得当差 就算我田文静死了 河南也得实行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这是皇上的旨意 什么 宝金王来了 快去护卫 他掉了一根头发 我砍你们的头 走 田大人 走开 来人 车下来 今天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这故事是李福说给我听的 说是有一家人 祖上几代都没有出一个秀才 到了这一代 做父亲的发了狠心 这一年呢 两个儿子都去参加考试 剩下两个儿媳妇跟着婆婆在家里 蒸酒熬糖烧菜做饭 等着他们一考取 就大买酒席 宴请宾棚 大热的天 两个媳妇都累得汗流满面 突然 暴喜的来了 原来是大儿子考中了 一家人呢 都高兴得不行了 婆婆赶忙跑到厨房里 对大儿媳妇说 好媳妇 你丈夫考中了 快到外边凉快凉快吧 大儿媳妇借下围裙 到外边凉快去了 只剩下小儿媳妇一个人 在厨房里辛苦流泪 等了一会儿 报喜的又来了 原来是小儿子也考中了 小儿媳妇不等婆婆叫 就扔掉了锅茬 姐姐围裙 大声说道 我也到外边凉快去咯 这么大热的天 我想你们的媳妇也都在家里等着凉快凉快吧 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快和如知 难道你们就真的这样放弃了自己的功名和家族的厚望 你们不要了功名难道就不想一想 这不正是伤了父母妻儿的心吗 这不正是令亲者痛愁者快的事情吗 保卿王 您讲的都对 但晚上仍然要问 像我们河南这样 就是考上了功名又有什么用 什么叫功名 功就是为国建功 名就是名垂青史 如果读了书 只想着如何多捞银子多置地 就是当了官也是贪官 功在哪里 名在何方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受不了田大人对读书人的作诫 他是怎样作近读书人的 他派差役兵丁赶着读书人去当苦差 这难道不是作诫 记下来 这 还有什么 你们都说出来 田大人一口气 把罗震帮等四名近视出身的官员全都参免了 我们不服 还有什么 我们河南人都忍受不了田文静这样的酷吏 请转奏皇上把他调走 现在我只能回答你们一句 你们的话我都会如实的转奏皇上 但是对于你们今天的罢考我极不赞成 你们想想 一个农夫辛苦的种地 到了收获的时候 他说天上太阳太大了 地里的庄稼我不收了 行吗 你们辛辛苦苦的读书 到了考试的时候 只因为对官府有些意见 连功名也不要了 行吗 何况朝廷的王法 学院的规矩都是不允许的 现在我叫你们立刻复考 凡是现在进考场参加考试的 就既往不就 若是再有不进考场 甚至继续闹事的 就是和我过不去 和朝廷过不去 立刻割掉声援的功名 按照王法之罪 田文静 陆生南 在 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都起来 到考场去 河南声援罢考的消息 迅速传到了北京 立刻在朝野之间引起了震动 田文静成了世人眼中的罪魁 直立总督李福 河南学政陆生南 上哲直见 一时间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签名吧 来 皇上不能撕 皇上 丹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折子 你说什么 丹大清的皇上是不能撕臣下的折子 这是祖训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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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吧 叫他们查吧 八爷党在哪儿 八爷党在天下人的心里 当初我为什么不叫你们掺和 现在明白了吧 你们一掺和 他们就有了借口打击八爷党 不掺和 他们要面对天下的读书人 记住我的话 先静静地看着 看他怎样对付那些青流 查过了 这些人和八哥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联系 皇上 陈帝也仔细琢磨过这件事情 这件事很挠头 这些人都是青流 其中有很多人还是有名望的清官 比方说礼服 皇上 皇上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对田文静略加惩处 不 朕绝不会惩处田文静 田文静不是诺民 不是年耕耀 何况他们这么做 表面上是冲着田文静 可是骨子里却冲着新政来的 冲着朕来的 可是河南罢考一案震动太大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青流都给得罪光了吧 任何人 不管谁 干扰新政的推行 朕绝不让步 绝不呼吸 哪怕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朕也在所不惜 朕绝不让步 皇上 不管你现在听得进去 还是听不进去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您还得忍下来呀 有酒吗 给我来一口 阿兰 阿兰 给皇上把酒拿来 算了 这一个人出去走走 恩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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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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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岁没娘不愿五更离床啊 去睡吧 三岁没娘不愿五更离床啊 皇上 我来吧 我来吧 好 很好 你很凌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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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好受 朕知道你每天在侍候朕也是在忍 是吗 其实在这个世上 谁都得忍 谁的心上都有一把刀 你是皇上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还用得着忍吗 你说的不对 比如说对这些上折子的官员 朕就得忍 再比如说对允提 朕也得忍 他身为臣子 处处跟朕作对 朕却不能治他的罪 只能让他守灵去 您这也叫忍 把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关在那 彼此好不了多少 你想回到他身边去 到时候 朕会放你回去的 这个字就送给你 咱们都先忍着点吧 你请广州 请不含 再一个奔赏 那又是昔德尔 您好 您好 快点 那 меч 您好 怎么 都不说话 不是超出了让朕 到军机处来议事吗 请问皇上 这百官联名上奏的折子 什么时候能够预批下来 这个折子朕还在看 是准还是不准 都请皇上早点批了吧 百官们每天都在催 臣等没法跟他们解释 那就不要解释 我大清的祖训 折子是不能留中的 你怎么知道 朕要把这些折子留中 那您就赶紧批 你说说 该怎么批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皇上您想怎么批就怎么批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不能把折子给淹了 朕不想说你们 也不想说那些 联名上折子的官员 朝廷已经派保亲王弘历 到河南查访去了 这你们都知道 而且百官们也都清楚 现在朝廷的钦差都还没回来 就算是田文静错了 错在哪 应该怎么处置他 总该等弘历回来说清楚了在意 为什么这么急急忙忙上折子 又这样迫不及待的催促朕 要处置田文静 你们解释给朕听听 李德权 弄自带 这份折子朕批一下 你即可让人送到户部去 光一个河南就够了 云贵不能再乱 这 皇上这话问不到我们 田文静在河南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 何必非要等到宝亲王回来再做处置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再等几天 等宝亲王和刘墨灵回京再说 要是宝亲王也偏胆田文静怎么办 不行 咱们得劝谏宝亲王 让他为天下读书人说话 八爷来了 去 说我不在 好悠闲 八叔 给八叔请安 好了 我刚下朝路过这儿有一件事顺便想和你聊一聊 那到屋里坐吧 不了 这儿就挺好的 好 去外面看着 把门关紧 任何人不准进来 这儿 老三哪 不是八叔我说你 你可不能就这样打发时日啊 这儿也不想这样 可又能怎么样呢 可人家不这样 你看看弘历 这几年不断的当差不断的结缘 不到两年的时间 人家就被进封亲王了 可你这当哥哥的 到现在连个郡王都不是 别说了 八叔 不愿意听 那就振作起来 争口气 八叔 您打小对我好 这我也知道 但侄儿也不是小孩子了 您的心思多少我也知道一点 您就饶过侄儿吧 让侄儿安安生生的过几年快活日子 我说三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还能有什么意思 难道八叔要害你不成 张庭路的供词攥在您手里 要害我 您早就把那个东西捅出去了 你把八叔看得太低了 张庭路的供词拿去 包团 白首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不这样做 谢谢八叔 谢谢巴仲 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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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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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扫了 好了 好了 现在你相信你八叔了吧 看你说的 侄儿什么时候不相信您了 既然相信八叔 就听八叔一句话振作起来同弘力争 八叔 不是侄儿搏您 说句不中听的话 您可不要生气 有些事情就要认命 就拿您来说 您争了几十年 可是现在又怎么样 什么使命 说给八叔听听 弘历是皇爷爷看中的人 太和殿那个位置迟早是他的 这个谁都知道 只是不说而已 同他争啊 我能争得过啊 照你这么说 现在的皇上就应该是你二大爷 而不是你阿玛 就应该是这样了 三儿 你和八叔不同 我是过来人 但是当时有很多事情都想不明白 也没有一个人指点 因此好多好多的机会都白白的失去了 可是现在八叔的失败就是你的本钱 记住 只要你自己振作起来 就不会重蹈你八叔的覆辙 你明白吗 八叔 您为什么要帮我 就是要为了和你阿玛争个输赢 争赢了呢 那你就封我个铁帽子亲王 就这些 三儿 你看你八叔的头发都白了一半了 像八叔这样的年纪还有什么念想 其实什么铁帽子不铁帽子亲王的 我不在乎 不过我只是想把我前半辈子在我自己身上输掉的 后半辈子从你身上赢回来 不对 一定能赢回来 八叔 八叔 您叫我干什么 公司 现在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敢不敢干 来 公司 公司 听八叔慢慢跟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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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从别的门进城 今天有药科过 这儿戒严了 怎么戒严 我们大老远走到这儿 你们都是来接保亲王的吧 是啊 四弟 三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 来啊 带客人们去休息 四弟 我深时就过来接你们了 知道你们一路辛苦了 这不让小的们备了韭菜和热水 你们在这歇一宿 明个一早咱们一腾进城 怕潮严门码头少不了官员接你 不至于吧 出什么事了 走 他们为什么要接我 对 汉林院 督察院 国字界 还有六部的文官 都会来接你 这么大的排场 是黄阿玛的旨意吗 不是 是他们自发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还不是为了参导田文静 想让你说话 这可是不正常 是不是 我也这么想 他们上百人联名上折子 又都是清流 这股气劲 这股气劲 像是不扳倒田文静 他们绝不罢休 黄阿玛呢 套路人家是个什么态度 黄阿玛也是没办法 说是等你回来再做决定 三哥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四弟 我是担心你 这才在这等你 给你报个信 你可要拿定个主意 四弟 你是个聪明人 不用我多说 这边是整个朝廷的文官 他们后面是普天下的读书人 而那边就一个田文静 就是瞎子 也知道谁输谁赢了 多谢三哥的提醒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这我就放心了 记住 宁愿得罪一个田文静 也不要得罪了普天下的读书人 天快亮了 咱们睡两个时辰 好 明早一起进城 红历 朕好难啊 朕实在是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义气 替国家想想 替朕想想 非要为了少数人的私利 阻挠新政 华阿玛 儿臣认为 新政绝不能停止 田文静就是有错 为了新政 也绝不能处置他 好 有你这句话 阿玛心里就踏实多了 狗历设计 虽千万人误王意 让儿臣跟他们去斗 就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儿臣一个人担下来 阿玛心里 坐下 听阿玛跟你说 你皇爷爷宾天的时候 曾经对你阿玛说过 他毕生的遗憾 就是明明知道该整顿励志 推行新政 却没有这么做 把这个担子 交给了你阿玛 阿玛不能再带着这个遗憾 把祖宗的江山社稷 留给后人 要得罪人 要留下骂名 你阿玛一个人担起来 你记住啊 任何时候 都不要得罪天下的读书人 在这方面 你要学你皇爷爷 不要谢你阿玛 皇阿玛 我懂得 臣等恭请圣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今天叫你们来 是就田文静的事 给你们一个答复 刘沫林 臣在 你刚从河南回来 你来回答他们的问话 喳 三位大人 请问吧 请问河南的声援 为什么罢考 表面上是因为田文静罢免了罗振帮他们 实际上是反对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他们为什么反对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是因为新政本身不好 还是因为田文静事情新政有偏差 李大人 李大人问这话 我无法回答 但是我这儿有一个价目表 是我和宝亲王详查得来的 我给皇上和众位大人念念 念 你念 这是河南这几年的粮价和百货价的对比 田文静到河南以前那儿的粮价最高是6500 最低的时候也是5000 田文静到任的第一年就降到了4500 第二年降到了3700 今年是3400 来 让朕想想 3400 这不和江南丰年时候的米价一样了吗 皇上圣米正是这样 念吧 接着念 这 除此以外 市场上的绸缎 布匹 竹器 还有油 醋 柴 茶 青菜的价钱 都比原来低了一半 还有 河南的黄河大敌也基本竣工 陈和宝亲王一路都是沿着大堤走的 修得十分坚固 今年的夏训洪水很大 却没有一亩填土被淹 也没有一个灾民外流 好了 这 刚才你们也都听到了 朝廷委任官吏管理地方 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国际民生 朕在河南 实行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的新政是为什么 也是为了国际民生 天文静就任河南总督以来 为地方 为百姓 做了那么多好事 怎么这些折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提到 反而有那么多人要参他 朕实在是不明白 究竟什么样的官才算好官 好了 现在河南的生员都复考了 至于为什么罢考 朕慢慢回去查 这是你们参客天文静的折子 朕现在退还给你们 望你们端正心思 不要意气用事 另外呢 回去跟这些联名上折子的官员 说一声 不要再闹了 皇上 李大人为什么没来 灰心了 再写词官的折子 诸位 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丝锅 真是 这份折子是四岁后又重新粘好的 从这份折子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些科甲出身的人 竟抵不上田文静一个苦力 李大人说 既然这样 他宁肯归隐田园员 也绝不与田文静这样的人为伍 他宁肯归隐田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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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辞职也可以 干一阵实事再走 先到公部任侍郎去 天下的事总有个公道 叫你去公布你就去 自然有人说话 我也会说话 我上折子词官是表明我的态度 至于如何处置我是皇上的态度 我大清朝不能够没有征辰 岂有此理 田文静安然无事 李大人反被降了职 我就不信 小人道长君子道休 咱们再上折子 咱们联名的折子 就不要再上了 我看从今天起 咱们个人上个人的折子 烟也要把田文静烟死 对对 还有那个刘沫林 望风踢戎取魅皇上 居然一味的起田文静说话 简直是斯文败类 他们一块参招 对对 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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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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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变本加厉 结党乱政啊 回皇上 尚书言是是臣等的职责 不是闹事 更不是乱政 那你承认是结党咯 皇上说是结党就是结党 朕写的彭党论你们看过吗 回皇上 君子有党 小人无党 习惯了 你老兄啊 好紧身会打算 依你看 这新修的大堤能挡住水吗 能 那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担惊受怕呢 吓怕了 习惯了 爹 咱们快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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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 听见了 田文静在这推行新政 又做得贵草切 怎么能不受到人家的非议呢 至理名言 王爷 不过去 时候不走 直奔学府衙门 快走 还得抓紧时间 快走吧 田大人 您还想火上浇油吗 你说怎么办 很简单 接受他们的要求 叫他们马上复考 要求 要求 什么要求 你知道 何必问我 你以为我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吗 答应免他们的一体当差 让他们休休闲前吃国家吃百姓 我告诉你 也告诉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 这年两个儿子都去参加考试了 剩下两个儿媳妇跟着婆婆在家里蒸酒熬糖烧菜做饭 等着他们一考取 就大白酒席 夜景冰棚 大热的天 两个媳妇都累得汗流满面 突然 抱喜的来了 原来是大儿子考中了 一家人都高兴得不行了 婆婆赶忙跑到厨房里 对大儿媳妇说 好媳妇 你丈夫考中了 快到外边凉快凉快吧 大儿媳妇借下围裙 到外边凉快去了 只剩下小儿媳妇一个人在厨房里辛苦流泪 等了一会儿 抱喜的又来了 原来是小儿子也考中了 小儿媳妇不等婆婆叫 这一道就扔掉了锅茬姐姐围裙 大声说道 我也到外边凉快去 这么大热的天 我想你们的媳妇也都在家里等着凉快凉快吧 十年寒窗 一朝高中 快喝如枝 难道你们就真的这样放弃了自己的功名和家族的厚望 你们不要了功名 难道就不想一想 这不正是伤了父母妻儿的心吗 不要做这个梦了 只要我田文静在河南一天 世神就要纳粮就得当差 就算我田文静死了 河南也得实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这是皇上的旨意 田大人 什么 宝金王来了 快去护卫 他掉了一根头发 我砍你们的头 田大人 我和他拖了一根头发 没人 车下来 今天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这故事是李福说给我听的 说是有一家人 祖上几代都没有出一个秀才 到了这一代 做父亲的发了狠心 这一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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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别忘了带着 好嘞 我要不要走 不想走 娘 走吧 不想走 我舍不得 好嘞 你们这儿上哪儿 谁知道呢 走哪儿算哪儿吧 这位客官不是本地人吧 这都是你的家眷 嗯 俺老子娘 死活不搬家 可不搬家怎么成呢 这条黄河呀 说不着什么时候就把咱们到口的庄稼都吞了 这么说你的家年年搬 俺老子娘就年年这么闹 今年呢又有了新说法 说有了这黄河大堤 你 今年不会过水了 也不用搬家了 那为什么还搬呢 这不正是令亲者痛愁者快的事情吗 保亲王 您讲的都对 但晚上仍然要问 像我们河南这样 就是考上了功名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叫功名 功就是为国建功 名就是名垂青史 如果读了书 只想着如何多捞银子多治地 就是当了官也是贪官 功在哪里 名在何方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受不了田大人对读书人的作诊 他是怎样作近读书人的 他派差役兵丁赶着读书人去当苦差 这难道不是作诊 记下来 这 还有什么 你们都说出来吧 田大人一口气把罗振邦等四名近视出身的官员全都参免了 我们不服 还有什么 我们河南人都忍受不了田文静这样的酷吏 请转奏皇上把他调走 现在我只能回答你们一句 你们的话我都会如实的转奏皇上 但是对于你们今天的罢考我极不赞成 你们想想 一个农夫辛苦的种地 你 感谢观看